嘿 我说章鱼哥 哪边地下埋着你做的白日梦 我让你上班做白日梦 土坑有余 谢老板 我刚把你的秘方藏到了下面的箱子里 我终于学会合成章鱼血傀儡了 我现在命令你去把谢老板的餐厅毁掉 好的 我说章鱼哥 你为什么穿成这样来上班 几点了 谢老板 我已经不是章鱼哥了 你被解雇了 你被下线了 你们觉得哪个物品可以缓冲伤害呢 我要开动了 哦 nice 我还活着 接下来轮到你了 天到了 还有门框顶着 我的才是最安全的 我现在男人都可以担当我 你会担当我 正中 我只是担当我 你这是一个小学生的 记者